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这个欢聚一桃 首先感谢大家能够光明 今天在2023年新年之际 这个我们也可以说辞助迎新 迎来新的一年 但是新的一年也是一个未知的一年 2022年回首2022年可以说是这个 我们也可以说是分开回首 当然主要是指的是通报大量 我们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呢 一个是欢聚一年借此机会的 我们这个博登书和当代评论编辑部 也可以说在这里呢 庆祝我们成立 两周年多了 就算是两周年吧 我们这个博登书和成立 可以说是在2020年7月 这个当时是疫情思念的时候 这里呢首先呢我要在这里呢感谢我的大大 罗伟年先生啊 罗伟年从事这个出版业已经十数年了 当时呢我这个呢原来是搞艺术的 搞艺术这个艺术画廊 什么展览啊都已经 已经关闭了 那么做出版 所以他也是这个因缘机会 我跟罗伟年一开结合 我们就搞出版变杂志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知识 那么也是我来了一个机会 应该说呢 就是这个许章之男的呢 他是在清华大学当法学教授 那他当然是荣建啊什么 这是我老弟的一些朋友 那么我在微信这个圈里面 拉了一个圈 叫思想则杀龙 那么其中呢 我把这个就是荣建把许章之间 那么我当时呢 呃 因为我们成立这个国务师 呢 我就开始约搞 我们第一本书呢 是我在 也是在我微信群里的 呃 因为广州的 呃 中山大学 一页的哲学文字 成存 我们第一本书 啊 然后我就问这个曲章任务 我说你这个 有没有打算 可以我们书吧 他说 诶 正好有一本 那么这个这个书呢 叫乌虚六章 那么因为当时呢 他送那个香港城市大学出版证 结果城市大学出版证 不敢说 啊 这个 这个中共的长地管家 那就说我们出版 所以这个书一出版以后啊 哎 哎 想说到呢 这个清华大学啊 就把这个许章任 开除他的教职 啊 当时还没有开除 就是还没有开除 清华大学公司 开除他的教职 当时在 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破 尤其是在海外 包括 纽约时报在内的海外媒体啊 就是纷纷不就是谴责中共的人 所以呢 也是给我们这个博东书啊 做了一个大访 所以这个博东书从此登了 啊 这个啊 西方主流媒体 然后也给 刚才我看 底下也说 他 那个亚马逊当 当年 当月 一下 出售 出售五千尺 啊 亚马逊的经理来问 你们是怎么 怎么通过 啊 这个博东书有一次 啊 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诞生了 那么 这个从博东书到成立以来 已经两年半了 我们 已经 出版了各种书刊 一百种以上 啊 其中相当一部分 被美国 啊 各主要的大学 特殊本收藏 包括 哈佛大学 啊 哈佛大学 对 嗯 嗯 那么我 我在 主持这个 博东书呢 我遵循一个原则呢 就是我们 啊 倡导言论自由 尤其是 尤其在华语世界 啊 很需要 有一个 能够充分 啊 这个 这个是我们言论自由的 这样一个平台 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 根本就不可能了 啊 啊 那么 那 问题是现在 连香港 也要有进冒陷 啊 台湾 现在出书呢 呃 可以说 他们也越来越去大陆化 哈哈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现象 所以对大陆的出 有关大陆的什么书籍啊 政治文化评论 他们都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在 纽约呢 就义不容辞 必须承担去这样一个 打责任 呃 呃 那么对于 创造这个言论自由 我自己呢 也深有体会 呃 呃 我到美国呢 呃 大概有几件事情 给我印象很深刻的 一个是 呃 早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啊 这部电影就是讲那个 嗯 啊 美国有一个杂志 叫Hoster 一个色情杂志 他的那个 呃 主编啊 哈哈 就被告上法庭 那他因为搞色情杂志嘛 那色情杂志很多人都反对了 但是最高法院最后拍他赢了 啊 你这个 这个言论自由 他用他的言论自由 包括他 就主办这个色情杂志 啊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在主持这个 这个 这个 在纽约我创办的画廊 叫后世纪画廊 这个 今天我们在场的正连结 啊 这个当代艺术家 我们过程测展过很多展览 包括 啊 翻墙啊 中国主义啊 这个 邀请了艾薇薇等参与 啊 那么 那么 在2011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大事呢 这个就是艾薇薇被失踪 八十一天 当时他在中国到机场的路上被 国外拦下来以后就失踪了 呃 失踪了以后在国际上也是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艾薇薇成为一个国际知名艺术家 策研 可以说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么 那我成立在纽约呢 这当时 呃 赵延先生呢 正好 采访过我 我们在白盒子 啊 纽约白盒子艺术中心 主持过一次这个 声援艾薇的合作 那次活动 可以说是 纽约的大大小小艺术家 出来了 他们其中的一个理念就是 艺术家 如果没有言证自由 那何来当代艺术 就是 这是当时的车 呃 古根汉文的一个著名车展呢 在会上发发言的一个主要的 啊 这个 黑色口号 就没有言论自由何来当代疫情 然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现在不是中 不是我们挑战 不是国际社会挑战中国政典 而是中国政府挑战 国际社会 可以说到现在位置还是如此 有一个 呃 有一个情况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就是 川普的一个顾问 叫康伟 是一个女人 啊 是川普 川普 当选总统 赢选的主要 国务之一 但是他的老公 叫George 这个George是反圈的 坚决反圈的 但是他们两个是夫妻啊 啊 那么晚上 是不是你还睡在一个床上 对吧 所以呢 所以这个事情啊 给我感受就是 政治立场不同 啊 但是呢 在美国 它都可以共存 并存 都可以互相 就是说 你可以 有反对我的意见 但是我维护你反对 我的意见的权利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 这个对我的印象很深的 所以我在 主持我的这个 啊 出版社的时候 我出版的 书籍 我们 我当书 出版的书籍 是包括 左中右 啊 当然我们反对 啊 极左和极右 啊 这个这个是 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么今天呢 我们呢 借此机会呢 啊 我们做一个 啊 就是对我们两年呢 也是这个出版工作的一个总结 也是 要感谢 啊 包括在座的各位 很多都是 国当书的 作者 啊 我们这里 有黑风 也出版他的艺术作者 对吧 啊 风延华 啊 这个三公经济 啊 等等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 在我们在出版的 包括文贯隆教授 要出版 他父亲的回忆录 啊 啊 我们非常期待啊 非常期待 啊 呃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呢 呃 这个 要颁奖的呢 就是 呃 首届 啊 就是2022年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首届 年度图书奖 啊 年度图书的金奖 我们就颁奖 许章任的 乌须六章啊 啊 那么颁奖次呢 我想请 罗伟年先生 罗伟年先生是 我的大头 是我们柏东书的副子铁 请罗伟年先生 啊 你是一篇一篇说还是怎么样 你先一个个人 这个是 你先说 啊 你不用这个 可用器了 不用这个可用器 也可以 这个 图书金子奖 2022年度 博登书书图书金子奖 给乌须六章 乌须六章 由博登书书出版以来 被广大读者译为 当代之离骚 末世之呐喊 更是盛世为言 其整龙发聩 为民立言 为民请命 为天地立心 为万事开太平 不但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 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更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 批评监督政府的社会历史责任感 如他自己所说 书生无用 一生长叹 唯有知彼为鉴 用力用心 用命讨公道 讨正义 本书呢 这本书呢 收集了他这个 三篇重要的文章 其中一篇叫做 我们当下的恐惧以期待 愤怒的人民 不再恐惧 世界文明大洋中的中国故周 在当时发表的时候 引起了广泛的这个影响 是批评中国执政当局的三篇西文 今天中国大陆的现状呢 正应验了他当时正农发聩的文言 政治败坏 政治溃败 政治得庆 上司 内战 治理 全面 推废 所必一切改良可能性 中国再度 孤立于世界 文明 体系 人民 已不再恐惧 拜向理县 倒计时 已经开始 立县将 时刻将至 胡思说过 哪有先生不说话的 徐章论先生说了他该说的话 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都当如此 博登书很荣幸将第一届博登书 年度图书金字奖 颁给徐章论先生 并在此再次呼吁中国政府 尽快恢复徐章论先生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职务 恢复他的人身自由 好 然后 徐章论先生 他现在 还在北京 可以说是 还是被禁锢 没有人身自由 也没有任何的生活生活 他 他 发给 发给我们一个职械词 我稍微念一下 当然他这个是文言文 我们 就听 听一下 陈门伯敦颁奖 荣幸自治 温馨自治 五生虽不嫩自 五心 与祖君同在 凯内自治 不再是大莫孤女 不按生涯 由此 而仿佛受 呼吁神佑 乌虚以环 博登 刚记 绝学 揭 新智 冲破 前途 官智 将与 农万民的门卫 城墙 撕开一道道缺口 再为汉语 学术与思想 铸造一封避难的逃城之际 提思和涵阳的是 关于文明立国 愿景下现代中国的可能性 而且精有保存血诗 养育薪知传播理念 其功其业 也就是以文明抗击野蛮 以自由反抗暴政 故而奇思所致 邵章的是人性不屈的 人生名义指 接触的是普世公义照耀下的 人心之所向 而心心相应 奇志所接 鸿发的是生命天性追求 自由的高贵与平等 为黑暗时代的堅禀 而登登相应 斯文在此 并与天然而同就 起名生成 将供三光而永光 为自由之光 将照亮滑下 而不屑歌枯 许章认 认您那月十五 他用的都是古文 这个文言文 这个是白杰明 也以为他的评价我就不再念了 白杰明把他评价 他是当代中国文史则一体的 这样一位思想家 这个评价很高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是颁奖这个龙建 理念奖 我们这个第二个奖是给 2020年度最有影响力 批判理论著作奖 这个是龙建的这本书 叫做《为革命招魂》 《平光辉的中国革命史观》 《为革命招魂》 文章长达五万多字 先在台湾的思想杂志发表 引起思想界极大的反响 产生广泛影响 有评论认为 这是近年来 华语世界一次重要的思想界的事件 伯敦书将龙建这篇文章 和他其他相关文章 编辑出版成一本书 在中国面临究竟向何处走的 重大转折时刻 龙建认为 他和汪辉的学术之争 皆不是个人之争 汪辉关于中国革命 和中国世纪的宏大叙述 是要为一党永远之政 提供新的合法论居 是想把中国革命 及其政权塑造成为 世界普遍正义的 终极来源和终极裁判 汪辉的理论主张 不仅远离自由主义的 基本理念 也与西方左翼传统的 政治民族立场背道而驰 和汪辉的理论之争 更不是左右之争 而是文明与野蛮之争 在这场文明与野蛮的 终极决战中 龙建坚定地认为 在他个人生命中 最不可动摇的信念 那就是依靠暴力镇压 与欺骗而苟且偷生的一切理论 坚决说不 伯登书夫将本届年度 最有影响力批判理论著作 颁发给龙建先生 龙建他也发了一个简短的知谢词 我要念一下 非常感谢纽约博登书 将最有影响力批判理论著作 讲授予我 这是对我近年来 理论创作的巨大鼓励 在目前国内言论出版自由 完全被剥夺的环境下 坚持理论创作的动力 来自于博登书夫的支持 你们持续出版国内著作的著作 作者的著作 我为这个黑暗时代带来了光临 感谢你们 好 下面颁发 这个 就是2022年度 最有价值研究当代中国著作讲 这个作者是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李安友 Andrew Nathan 他的一本书呢 我们是把他的这个论文翻译出来 叫做李安友论中国 李安友教授早年在发表的文章 新天安门文件中有一句名言 他说 就像大自然不能容忍真空一样 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 也不能容忍真正的民主 并且将其领导人推向独裁 这句话一针见血指出中国现行体制的本质特点 李安友论中国汇居李安友的最近几年来在英美主流英文媒体发表的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文章和给美国智库的报告 是他1960年师从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真心教授开始 及60多年来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心血成果的接近 李安友教授是哥大的资深教授 是美国历届政府制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咨询智库顾问 他的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 研究之深入 分析之透彻 批判之犀利 如对加拿大学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贝但林 中国摩斯所做的系统的彻底的 体无完肤的批判 李安友中国摩斯这本书已经收入他的这本书 这个文章收入本书中 李安友可以成为当代可谓当下研究中国问题 当之无愧的这本书是必读的政治教科书 好 谢谢 李安友也是我们这个博东书的这个学术顾问 他也给我们这次颁奖活动发来了他所这个致辞 我说因为我想时间有限我就简单念一下吧 在中国出版业无法出版任何独立批判和诚实的作品时 博东书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思想精辟 学问身后 然而由于需要将他们的想法隐藏在一层又一层线性体制的思维和官方话语之下 他们的声音被掩盖了 他们的声音被掩盖了 当知识分子无法发表他们真正的想法时 少数人会在无法发表的作品中看出他们的想法 所谓在抽屉的想法 但大多数人发现 如果他们不能写作 他们就无法充分思考 出版受阻写作受阻 思想就瘫痪 没有独立出版 文明就会停滞不前 今天只有博登书才能为中国大陆发表新思想 博登书出版了看出中国当今面临的真正挑战的作者们的作品 这是一个痛苦费力的过程 我们不知道他会走向何方 这正是他如此重要的原因 另外他对龙剑和许章润也做了一些评价 他的说法就是许章润教授是一位伟大的学者 一位优雅的文体家 也是一位勇敢而独立的批评家 他认为龙剑对光归新左派深刻而博决的博册 尤其是龙剑批判那些认为在所谓的海德格尔时刻 放弃知识独立 而歌声无才者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龙剑对这些人做了深刻而博决的博斥 下面一个是2020年度最佳历史评论著作奖 这本这个奖给呢我们一位这个作者叫做中文 他的书叫做百年较量 副标题是美国能否击败共产主义 年过九十的中文先生呢 创作不错 他的眼光放在对现实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和中述 以史为尽观照现实 用现实之网捕捉历史的经验教训 百年较量呢 用苏联成立后 美国历任总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和政策 以及他们对今天的影响 阐述美国与共产主义的百年较量的历史 中文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式写作 剖析美国自威尔顺总统到拜登总统作为百年较量的总指挥的外交政策的得失 较量博弈的战场苏东坡之后 转移到中国 中文读者在读他书里的百年较量史 能更好的认识当下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 中文这本书中间他写到中文约 这个这个观点评论的很犀利 一入目三分给读者无尽地回想 罢有司马尖太史公约的这个魅力 好 非常感谢 这个中文他的书呢 他出版本两本书 有一本书我们翻译成英文 这是习近平评传 其中评论的部分是张杰先生的 我们寄给拜登总统 拜登总统来回回复了两封信 这两封信我们都刊登在我们当代 中国评论杂志上 大家可以在上面找到 最后一位 最后一个是 2022年度最佳清零学者陈旧奖 这个奖给呢 陈纯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 这个就是刚刚说 这是我们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 陈纯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 是一位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思想界 学术领域非常活跃的 80后的青年学者 写了大量非常坚实的 学术功底 有学术功底 和富有观察力的学术见解的文章 包括对刘晓峰的一些学术文章的质疑和批驳 台湾的这个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呢 是我们最早出版的著作之一 台湾思想杂志呢 首先刊登 这个主编呢 钱永祥博士呢 在前言中说 陈纯先生的这本文集 专攻中国政治哲学 是他写作中文字实的志趣 并不是探讨政治哲学内部的专业问题 这本书更早演于政治文化心理层面 去创思检讨中国政治哲学的生态 读这本书 你能了解当前几个学派的特性与活动 同时也可以从作者评论中 看出他们的长处与短处 本书的趣味在此 价值也在此 好 这个班牙到此结束 他那边有个大台湾 就在这边有个大台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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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